市民在餐廳吃麵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想過麵條的出處和故事呢? 在三藩市有一間經歷四代人的老字號 叫做民生麵廠 由當初華埠到現在的灣景區 能夠額立在三藩市九十一年 有什麼秘訣呢? 我們這麼多年都很認真去做 我們覺得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努力 本身的knowledge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的客人 好像餐館的廚師 他們煮了一手好的麵 給客人的滋陰人去欣賞 帶他們去吃 支持我們 麵廠第三代傳人Conny 引用自己的兒子Peter的一句話 形容做麵有很多學問 是一門易學難精的手藝 他們1932年落腳在三藩市華埠 歷經幾次搬遷 在1994年搬到灣景區 Conny希望趁著開業91週年 和灣景區的小商業和農夫市場合作 用他們的招牌貨、水麵 加上由十幾位廚師提供不同的材料 去合力煮出一道菜 市參視華仲善向他們頒發嘉許藏 讚揚民生麵廠作為一間老字號 當年利在三藩市推廣中華麵食文化 在三藩市推廣中華 在三藩市推廣中華 在三藩市推廣中華